今天是2020年7月9日 好消息 澳洲總理對於之前有說過如何援助香港人 他之前是用Stay Heaven的Terms 令到網上有很多議論 有人會覺得是用790的簽證 現在他正式跟大家說真的沒有關係 首先我們會分為不同的次序去援助香港人 首階段我們會幫助一些已經在澳洲內的香港人 如果你是擁有畢業簽證 臨時技術簽證 你就會獲得5年的延長居立 然後你就有機會可以申請一個PR PR即是永住居留權 為什麼會說是有可能呢 因為暫時來說 5年未過去 遲些會怎樣核實你的資格呢 到時才會再跟大家說 澳洲政府 不是我 有詳細資料的話 我會再跟大家說 首階段就是這樣援助香港人 遲些會不會說是援助香港的居民呢 當然遲些就會 因為澳洲總理說了他也會想怎樣 多些限額給香港的人 可以來澳洲的 跟BNO有沒有關係呢 暫時是沒有的 因為只不過現在 是公佈了首階段怎樣去援助香港人 會不會和偏遠地區的移民是有關係呢 暫時是沒有再進一步的解釋 以及再進一步的公佈的 所以今天呢 暫時和大家可以先說這麼多 而事實上 我們澳洲是有一個 每年大約會有4000多人 就申請來澳洲的 香港啊 只是計算 他們就是擁有一個讀書簽證 讀書簽證大約會有3000人 其他的臨時 技術簽證 差不多也有六七百人 所以呢 在現在的階段 我們已經是預計是會援助 4000名的香港居民 好了 之前呢 我也有聽聞過 有些手足就在澳洲 他們現在是流亡在澳洲 那會不會都可以直接去申請 一個延長居留五年呢 暫時呢 我們澳洲總理呢 是未有一個公佈的 但是呢 我自己覺得 相信 也都應該是會 直接給他們延長多五年 那當然啦 詳細的細節呢 和一個細節呢 當然是要留給澳洲政府 他直接一個官方的公佈 就會好些的 所以再有進一步的資料 我會再拍片和大家說了 這條片就這麼多 謝謝大家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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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